重新開始 重開一個 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不同的 這個是放在這裡 其實它左邊有一個大地圖 不過沒關係 地圖會怎麼出現 地圖 我看一下 視野 兩區 這是有地圖的 因為它沒有高度 因為滑鼠 所以有滑鼠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 這個攝影機 它會依照你的角度 滑鼠 跟中間的滾輪 跟中間的滾輪 來設定 這個我看一下 先設定時間格 這個是 這個是普遺 南投國中 我是長姐 不會用 算了 在哪裡我看一下 這是我們學校 這裡這裡 圖書館 我看一下 這裡 第一個 假設 我可以設定這裡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我可以在這裡設定攝影機目標 這裡先設定一個攝影機目標 70點 好 那這裡一個攝影機目標 攝影機在這裡 我可以把它變成這樣 角度改變 然後第一個點 來假設第一個點在這裡 我先把它抓好 第一個點 這邊點下去 它可以把這邊所有設定的屬性資料寫到第一個 第一個點 70點就在這裡 OK 好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點 假設 我設定到90格 好 有攝影機目標的好處是 我的攝影機抓著它轉 哦 繞一圈 對 你可以去繞 它繞這裡呢 繞好了以後 因為我們已經在第二個點 把第二個點的資訊 繞完了寫進來 第二個點 OK 再來 假設第三個點 好 那我就讓它繼續這樣 拉遠一點 你可以把它拉遠 你可以拉近 都OK 好 這樣好 假設這樣 第三個點 好 再寫進來 好 那你可以測試一下 來 回到這裡 那你可以測試 看它的效果 不錯不錯 好 OK OK OK來 那接下來呢 這邊先停 那你接下來看你下一個點要去哪裡 拉近來 看太陽能板 好 你要看太陽能板 好 拉近來 那就第三個點 這時候 我的攝影機目標 把它射到這裡 好 好 然後 我要拉近一點 像這裡 好 那寫進去 對 那我就重新寫入 蓋掉所有的資料 拉時間點 看 看畫面 攝影機 攝影機條 寫進去 對 這幾個動作 好 它就 拉近 好 因為攝影機目標 有跟著改 對 如果你攝影機目標 還在原人那裡 它就會去抓 抓那裡 對 好 然後 最低高度大概多高 最低高度 其實這裡有屬性 很多可以 可以開起來 你都可以打開來看 3D建築物 它打開來看 好 這樣 好 高度 我看一下 海拔高度 你也可以設50 那撞牆 那撞牆 因為那是三坡地 對啊 你們是 你們是三坡地 剛剛是多少 200 300 200 你們的高度到200 他如果再高一點 那就 300 300 300 好 好 接下來就下載 這邊 接下來 就拉遠 假設這樣 拉遠 那我就往後縮 對不對 好 縮到這裡 好 那就再把它寫入 完成以後 你看一下 弄完之後 下載影片 要怎麼下載 用錄影 他有算會 算會 嗯 好 然後再拉過來 這邊我好像剛剛設定 沒有多新增 沒關係 他就自動讀 這樣 OK 好了以後呢 那你就按算會 他就會幫你算 就直接開始就好 他會幫你運算 就先停下 好 就幫他 算成影片下載 對 我要選擇資料夾 桌面好 桌面 桌面 無法 的 我们下期再见